A叠报纸从输送带运出来 就是最后一份名声报 斗道的标题写着 名声报画下光荣完美句点 还把历年的得奖记录 通通整理出来 翻开内页 这些老照片说明名声报 努力报导体育活动 文化艺术 还有影视娱乐 没有画下的照片 也没有山形的文字 甚至连个广告都没有 这样一份薄薄的报纸 放在超商架上 位置并不起眼 但是名声报的最后一天 还是有读者特地把报纸 买回家做纪念 我觉得他报导的蛮真实的 况且不是那么写心 蛮平实的 我是想说最后一份做纪念 一份拥有28年历史的报纸 他的成长要从民国67年 1月20号说起 名声报发行了第一份免费样报 当时的名声报排版方式 还是从右到左 头版就是报导体育新闻 而在2月18号正式创刊 头版写着希望为增进民生服务者努力 包括台塑 国泰等企业也都登了半版广告来庆祝民生报诞生 里头的影剧消息还报道了综艺大姐大张小燕从台市跳槽到华市的心路历程 而这一份丰富多元的软性报纸曾经吸引无数读者 只是28年前的报纸已经泛黄 28年后的报社决定关门 民生报称不过这个冬天 只能和读者说再见 记者台北众的报道